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肩的画圆 看到没有 我们的肩膀手指尖放在这个位置好 用我们的肘关节的位置 这个位置去画圆圈 从前到旁到后 就画到最大 不要只画到旁 这个动作很简单 但是呢 我希望朋友们做到一个最大的极限 就是用我们的胳膊肘去递到最上方 看到没有 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扶住一下你的右手啊 右手扶住你的左手都可以 你的两边都可以互相扶住啊 你看 把你的肩膀的这个肘关节先立起来 好 向后斜钩方掰 然后靠它自己的力量去往后撑上 不能松松的 撑到你不能撑的位置 好 正下方收回来 再把它搬上去 放到这个位置 可以撑一下 停留几秒钟 再让它自己不动去往后 好 双肩一起 正上方 打开 下 上 开 下 好 这是我们第二种去活动我们的肩的方式啊 也就是这个动作成功之后呢 你们就去做环动环绕 好 第三种呢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做的过程中 你们会觉得非常的酸痛 但是做完之后 会让你神经气爽好 必须要我们辅助的一面 找一面墙壁去躲啊 我们同学们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双手呢 是向上脚耳朵好 把我们的双手呢 去贴在我们墙上 然后呢 我们的脚下呢 向后退 大约有我们两个脚的长度的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这样 一个脚 两个脚 两个脚的长度的这个位置 去离我们的墙壁啊 我们脚下是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的双手呢 是贴在墙上 好 用我们的上胸去贴在我们墙壁上 那就是这个位置 贴住之后呢 我们的屁股要不能主动去长它 然后屁股要向后 成一个整齐肚甲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手向下把头 往上去看 往下滑 往下滑 这个时候你们感觉到我们的拉伸 好 我们这个时候努力呢 去把我们的胸去贴在我们的墙壁上 好的 朋友们 我们今天说的三种的开肩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对于肩部非常硬的 还有肩部相对说说柔软一点的 这种开肩方法大家都可以去用一下啊 就算你不是练舞蹈的 这个动作经常做也会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肩颈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动作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老师留言 有任何想学的舞蹈或者是哪里不知哪里需要咨询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方式告诉老师 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 下期再见